因为职业的原因 身边包括我自己的家人 都对西方绘画里一复复生动了 异于理解的画面和画家赞赏不已 而对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门客的呐喊 或者是毕加索 马提斯 达利等等 现代绘画常会感到疑惑 他们经常会问我 说就这玩意儿到底好在哪 而且看着这么简单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有名 又凭什么叫大师 还能卖出天价 今天我得和大家分享一下爱德华门客的呐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的意义在哪 先给大家上一个表情包 Emoji 这个表情包是不是大家经常用到 凡是表示惊恐 紧张 害怕等情绪 都用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的鼻祖就是来自呐喊 这个呐喊也翻译成尖叫 或者在大自然的呐喊 The Scream of Nature 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的时候 也曾经被介绍说是 既达芬奇之后 这个既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之后 在美术史上第二重要的名作 那时我在上高中也很困惑 而且非常的感觉的不可思议 画的这么丑 技法也不突出 甚至很粗糙和儿童画似的 我先给大家上一幅呐喊的画 就是这幅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在这个职业里的大量研究 对比比对 阅读和思考 才发现这幅画一点都不简单 它的构图 颜色的设置 绝不是蒙克草率而为之的作品 先看看这幅画的构图 整幅画分成四大块 雪红色的天空 像匕首一样的桥梁和行人 海水和小森林 匕首式的桥梁将画劈开 蒙克将整幅画面的主视觉 惊恐呐喊的非男非女 骷髅一样的面孔 有意安排在画面的正前方 猙獰的面目 直接面向观者 就好像呼之欲出 以构成最为强烈的心理冲击 就好像蒙克自己 希望迫使自己去迎接 画中恐怖形象 所带来的正面挑战 不让观者有任何机会 逃避这种冲突性 极强的视觉体验 而且画家用了墙头式处理 画面中桥面 及桥栏杆上如钢丝般的收束的 透视线条急促的向消失点汇合 形成明显的三角结构 既对画面增加了几何性要素 固有的视觉稳定感 又在透视线条的指引下 突出了视觉消失点 那个方向悠闲夺步的两个行人的形象 深化了画面内涵之中的矛盾与张力 也就是说主视角的恐怖形象 那么焦虑惊恐 与后面的象征着尘世的那种 忧灾夺步的 全在无动一中的行人形象 形成鲜明特别 再来谈谈门客的这幅画 作品中的这个色彩 大多数人在看这幅作品时 都首先聚焦于画面前端的 非常惊悚的这种面孔 和上方的火烧云 因为门客有意识地 运用色彩之间冷暖明暗对比 红颜色黄颜色 左石蓝绿色和黑色的强烈对比 迅速让你 头晕目眩 也在观者的视觉疲劳中 加强的紧张感与违和感 而且画家把这些冷暖色相互交融 有效增强的色彩 对比的视觉效果 我们再看看门客在这幅画上 运用的笔触 全是漩涡式的 充满了动荡感的曲线 与钢磁斜线 它的曲域值 硬与强语 强与弱 不仅区分了空间的深度 更加强了画面中的荒诞冲突 回到我刚才说的这幅看似粗糙草帅 像小孩的涂鸦似的 感觉很容易临摹的作品绝不简单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改动一下画面中的任何一个点 或者色彩关系 还有没有这种氛围 还有没有张力与冲突 还能否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惊恐 光靠下人的扭曲的面孔 空洞而苍白的双眼 远远不够了 可见门客在构思这幅作品之前 是肯定反复拖一锹 树一起搞 大动脑筋才完成的 这幅作品中恐怖的形象 置于奥斯陆 这个门客的这个出生地 挪威的首都奥斯陆U型的海湾 是从厄克贝里山上服侍的奥斯陆峡湖湾 是一处自杀高发地 来往行人可以在那听见 来自附近的疯人院里 被关着病人的叫喊声 门客的妹妹 就是因为遗传他父亲的精神分裂症 被关在那疯人院 我们再仔细看看这幅画 门客以非常夸张的笔法 描绘了一个变得形的人物 他把人类最为极端的孤独感和苦闷感 以及那种在无限的宇宙面前的恐惧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幅画他画得一点也不细致 甚至很粗糙简练 而且画中没有一个地方或物像表示恐怖 可就是画中那个他自己的画身 令人毛骨悚然 他似乎正经过我们的身边 走向那伸向远方的栏杆 他捂着耳朵 几乎听不见远去行人的脚步声 也看不到远方的小船 而那仅仅围绕他的孤独感一魂不散 这个门客自己的画身是一个完全以现实背道而驰的孤独者 而且好像已经被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感所彻底征服 他争的圆圆的眼睛以及凹陷的脸侠让人想到了恐怖的骷髅 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木乃伊 事实上美术史学家有人就认为他的这个形象 整个这个来源是在他1889年在巴黎世博会上建造的秘书一个木乃伊的形象 谢谢船长 而且呢他整个这个整个的形象反正简直就是一个尖叫的鬼魂 门客自己也曾经说这画就是疯子画了 关于这个呐喊的这个灵感 门客曾经在日记中写到 他和他的两个朋友在散步 天空突然间变得血一样红 太阳马上下山的时候 他似乎感到了一种悲伤忧郁的气息 极度的疲倦 让他止住了脚步 他呆呆的站在那 焦虑的不停的颤抖 而且他感到周围似乎被一声巨大而不断的尖叫声震的摇摇晃晃 于是他画下这幅画 画出了血一样的云 那些颜色也在尖叫 这幅那哈呢实际是他一个生命的一个世代 他的22部组画当中的其中一幅 这个系列呢整个涉及了生命 爱情 恐惧 死亡和忧郁等主题 我们今天见到这个版本的知识 他四个版本其中之一 他一共有四个彩色版 一个黑白版画版 我们大多见到的是分别于1893年 1895年 1910年创作四个彩色版本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893年 他创作第一个版本 材质呢是淡青木版画 淡青呢英文叫Tempera 就是那种接近那种油画 但是他是用淡青来调和的 或于童年的第二个版本呢 是用彩纳 画在木板上 第三个版本 创作1895年 是Pastel木版画 是粉彩 英文的名字叫Pastel 是唯一一个他本人亲自刷上外矿漆 配上外矿 后面提上诗的衣服 也是刚才船长提到的 那幅在2012年拍出一亿两千万的那处 那么第四副呢创作于1910年 使用淡青 就是Tempera和油画画在木板上了 大概的尺寸呢 这四副呢略微有一点小小的差异 但是差不多尺寸都是在91寸 不是91厘米 乘74厘米左右 四个版本呢除了一个私人收藏 另外三个呢分别收藏于挪威的国家博物馆 和挪威奥斯陆蒙克纪念馆 这幅作品呢 很多人都是先看到他的作品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 今天我们来主要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他的名字叫爱德华蒙克 很多人把他和梵高搞混 包括我曾经在那个梵高的博物馆 经常见到有人在找这个呐喊这张画 很多人先知道这么一幅画 才知道蒙克不像梵高 他那个梵高的名气比门客要大很多 但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门客 我总是觉得想要了解一幅作品 一定首先要多了解一下这个作者 门客呢出生于挪威 生于1863年 门客呢他出生在挪威 他一生呢可以用这个年少体弱多病 中青年事业受阻 爱情也不如意 国外成名在荣归故里来概括 门客出生后很小 大概是五岁左右 他的妈妈就因患肺结核去世 他自己也是肺结核患者 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 肺结核在医疗技术不那么昌明的这种情况下 还是挺恐怖的 他一直和他姐姐苏菲的关系最好 可是呢他的他的姐姐苏菲呢 也是在他14岁 他姐姐比他大2岁 那个时候也是患肺结核去世了 他父亲呢是一个军医 他自己底下呢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妹妹 还有一个弟弟 体质也不好 他自己曾经在日记中说过 他自己曾经说呢 他的父亲 家里的人都很健壮 他母亲家人的心灵健康 但是体质不好 他非常弱 父亲那边人呢 体格虽然健壮 但大多数都疯疯癫癫的酗酒 他说他遗传了人类的两大天敌肺结核和疯癫 萌克小时候呢身体体的非常差 经常请病假 后来因为请病假次数太多了 而不得不辍学 他父亲呢本来想让他从事工程师 可他偏偏喜欢画画 早期他的画里面经常描绘疾病啊 死亡和恐惧 药瓶是他很小的年纪最矮化 题材 我再给大家上一幅 萌克早期的画 这幅画呢也是萌克挺重要的一幅作品 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画 那么呢这幅画的那个名称呢 就叫病中的孩子 他的画面呢 他等于把他的母亲和他去世的姐姐 16岁左右那个苏妃画的一起了 那么呢整个的画面呢给人的感觉 非常的这种压抑和苦闷 那么同样的一幅画呢 他画了很多遍 而且呢萌克画东西有一个特点 他一定确定了一个很好的构图 包括大的色彩关系 整个画面的结构 他画多少遍 是不变的 那么就是这幅画 他在送去参加挪威的艺术展中 被当时这些保守的 站着一定的这种学术权威的保守人士 被指责啊 说整个画面肮脏 丑陋像鱼砸碎一样 关于个童年阴影的这个病中的孩子 不但没得到关注 而更多的是批评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他的画虽然被艺术家协会拒绝 并被讽刺为技法糟糕 但还是得到了包括他老师克罗格等人的高度认可 在他们的支持下 26岁的盟客申请到了正付奖学金 付巴黎高等美术学习 可是好景不长 他在巴黎学画学了一段这个时间 马上他的家乡的噩耗的传来 他的父亲也突然离世 本来他家境就不富裕 刚才我们这不说了吗 他有全国奖学金 但是呢 当时所谓的这样奖学金 实际上也就仅够他的学费 生活费尤其是画家到处需要画布啊 颜料啊 这些还到处要需要去借钱完成他学业 当时呢 就因为借钱也是屡屡碰壁 让他看尽了实态眼亮 就这样磕磕绊绊的 一边拿着奖学金 一边又来完成巴黎的学业 中间他又搬画展 这个时候呢 这个挪威的这个艺术机构 还是对他很冷落 他与挪威艺术机构一度断节了所有关系 对 刚才这位孔女主说的是对啊 他的整个这个呐喊啊 等一下我们还会回到这个今天那个呐喊这个主题啊 确实是增加了这种对比啊 强化了画面的情绪 我们继续刚才说这个蒙克的这个他的成长之路啊 直到他去了德国呢 挪威人蒙克才渐渐被媒体重视 从而吸引了很多画商 开始为他举办寻展 在那个年代二十世纪初 他开始就用新的素材 像石板画印刷啊 红木板画 凭着记忆复制他过去的很多作品 也包括今天我们讲的这幅蒙克 这幅呐喊 因为版画让他作品被全世界收藏 从而声名雀奇 这时候我估计可能有人会好奇啊 蒙克那个时候啊 本来在法国学的好好的 怎么跑去德国去了 实际上啊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那个时候 德国整个在欧洲的历史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欧洲工业发展的重心已经从英国转移到了德国 格局已经变了 这其中除了科学技术为重要的因素之外 历史地位也巨变 英法德的格局完全转变 德国的人口集增啊 城市化发展 青年居多 也可以这么说 蒙克的运气是在德国发生了改变 人生开挂的节奏 再给大家上一张呐喊的一个局部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呐喊这里面 他画的这两个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刚才呢在介绍门客的背景时 我故意没有说他的感情生活 实际上啊 要想了解一个艺术家 真实全方位的视角 他的感情生活肯定是躲不掉了 我们先来上一张萌克的照片 我们先来上一张萌克的照片 我在刚到多伦多这个学画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几个穷画家 凑在一起 大家一块晒 晒 这个模特 然后呢 大家在这个茶余饭后 这个经常聊 有很多那个当时的一个女画家 都觉得他和这个梵高怎么会像 很多女孩都觉得这个萌克 比梵高帅多了 是啊 就是这样一位啊 并不丑啊 而且个子高高的差不多六尺 一八二左右的这种身高 肯定是真 这个这个周围是不缺这个女孩的喜欢 尤其是他从小就缺身母爱 所以他一直很渴望女性的爱 但是有时越渴望越得不到 刚才我说的画中那两个渐行渐远的小人 啊 就那两个人 感觉跟这蒙克的这个 他自身的这种纳盼没什么关系的 这个 就是蒙克追求魏国而嫁得人处的 他当时追求的也叫Dagny-Jour 这么一个当时 德国柏林文艺圈的 相当一个名媛 他是一个核心之一 有着很多的这种追求者 而且这个美女呢 曾被邀请做过他的模特 蒙克也为他画了许多画像 这两幅画呢 就是蒙克画的当时的 他心目中的这位女神 Dagny-Jour 但是呢 Dagny-Jour和许多男人都保持这种爱美关系 直到遇到了一个波兰作家 他的蒙克心目中的女神 迅速和那个波兰作家结婚了 这个时候呢 蒙克正在挪威的故乡 他邀请这对新婚夫妇去挪威的故乡小城做客 这1893年 正知蒙克30岁 一个安静的夏夜 在海湾边看到了一轮雪色夕阳落下 身后站着充满爱意的一对情侣 蒙克看到自己所爱的女人 已成为别人的新娘 于是内心的惊叫画在笔下 这个呢 对于蒙克来说呢 古法和Dagny在一起 只要他能幸福 但是偏偏事与愿违 1901年呢 这位叫Dagny的名愿 被一个爱慕他的人枪杀在酒店房间里 从那一年开始 蒙克的开始饱受绝望和幻觉的精神折磨 他渐渐开始拒绝外出 并在后面艺术生涯里 只待在挪威画时 谢绝一切和外界联系 那么其中 还有一段最让蒙克纠结的 他一位女子 这历史上的这个人 名字叫图拉拉尔森 是一个富二代 也是蒙克一生当中 唯一一位认真考虑结婚 可以谈婚论嫁的这么一个女子 就在这个谈婚论嫁之前 这个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童年的阴影 几经考虑 让蒙克离婚 婚前几天的时间 他选择了不辞而别 但是个性强烈的图拉却不依不饶 毕竟是交参观养长大了 大概过了两年 这个图拉呢 这个时候蒙克呢 他跑到哪里去 他跑到德国去了 这图拉呢 他谎称自己病危 将不久于人世 将蒙克匡去 等蒙克失魂落魄的感到 看到那个病床上躺着那种情人 正欲哭无泪的时候 我们这位富二代 图拉却一跃而起像炸士一样 并且拔出手枪威胁 如果蒙克不回心转意回到自己身边 就隐单自尽 蒙克在恼怒之下 夺枪 结果手枪走火 击中了蒙克 打掉了他左手中指的第一个指尖 Grace女士等一下我会再介绍 刚才我们在聊蒙克因枪走火后 曾在德国的哥本哈根一家私人诊所接受精神病治疗 因为他知道他父亲家里面这个家族就是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 他一直是怀疑他自己 结果他跟未婚妻图拉的枪走火事件 等于有一个导火索 等于把他精神分裂症引爆了 他那时候大概45岁左右 一度变得疑心很重 又蛮不讲理 每天和他去世的父亲一样 喝得醉醺醺醺 而且经常产生幻觉 在哥本哈根接受了8个月左右的治疗 逐渐好转 对我看我们的群友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挺踊跃的 让我越讲越有信心了 这个我等一下我会我没有时间我会一一回答 大概这个时候在1909年吧 蒙克出院回到挪威 还是照样的离群独居 甚至不愿接近他自己的家人 每天只以写字条的方式沟通 甚至需要吃饭了 写箱字条 吃完了 把那碗筷拿走 他在院子里造了一个露天画室 周围筑起高高的围墙盖上屋顶 无论春夏秋冬总是不停的画 这个时候是属于非常多产的 在售出自己作品的同时呢 一定要画另外一张可以替代的留在画室 这时期呢蒙克的艺术在家乡开始逐渐被接受 这个时段呢 他被皇家艺术协会授予了绝世 奥斯陆国家画廊已经开始收藏他的作品 对此他非常自豪 这时间呢 他还为奥斯陆市政厅创作壁画 1937年呢 德国的许多国家展出那蒙克的作品 纳粹当时以伤风败俗为由将他们没收 其中差不多82处作品被列为颓废艺术品 而被希特勒啊 希特勒我们都知道学过画 但是没被录取 希特勒这个人呢 一直不喜欢蒙克的艺术 德国当时对于蒙克来讲呢 可以说是第二故乡啊 他对这个德国的感情仅仅次于他的祖国 当时蒙克很伤心 并拒绝与占领奥斯陆的德军当局接触 当时蒙克呢在奥斯陆被占领三天的时候 就立下遗嘱 将自己所有作品捐献给奥斯陆政治 这是他依旧画了许多他回忆青春时的作品 包括他和那个图拉拉尔森的爱恨情仇 这个时候呢又保守着隐积的痛苦 1944年呢 1月终于走完了多难的一生 80岁刚过啊 奥斯陆修建了蒙克博物馆 存放了他的差不多一千一百多幅油画 四千五百多幅素描和一万八千多幅版画和雕色作品 成为蒙克艺术产品最为丰富的博物馆 现在我来谈谈这个呐喊这幅画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仅次于蒙娜丽莎 他到底他的伟大之处在哪呢 首先我们刚才大致了解了蒙克的一生 几乎可以用历尽了人生中的痛苦与磨难 一方面呢像大喊这样的艺术品 符合了学术和历史的所有条件 但未必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条件 这就是我们感觉啊 就说为什么这个这幅画一点都没有美感 但是丝毫没有削弱其价值 关键是呐喊不光记录了蒙克的生命历程的一段 更是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的忧虑和恐惧的一种结实 成功的表达了蒙克自身的体验和他所承受生活中的痛苦和磨难 以致对时代的一些敌意 对自我内在的软弱与现代社会理性 科学取向不相疲惫的抗争 表达他的绝望与舒缓之道 对蒙克是他去法国的时候 他学的就是印象派 但是最后呢他被后印象派 尤其是保罗高庚赛上他们所影响 等一下我会重点再介绍 我们继续说这幅画的这个他的历史意义 就蒙克呢在呐喊这样的这幅画 他尽心竭力的构思分析推交 追求作品的表现特色 从绘画作品整体分析 蒙克由具体的真实的描绘 转向整体的主观的情感的把握 描述他自己观点中的生死爱苦 该作品的中心呢是内在的情感 灵魂的呼唤是生命的呐喊 是灵魂的印象 蒙克一直抱有一种美学的信念 让他的画作挑战 乃至拷问观者的灵魂级视觉 将所有观者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我们再看呐喊这幅画 这被描绘的这种具体对象的细节呢 全部被简化 情绪呢被夸大夸张 对象本身成为一种所要表现情绪的载体 蒙克以视觉的感受来传达听觉的意境 把那声淒烈的尖叫化成了可见的振动 可以这么说 蒙克是唯一一个将声波同校化的大师 而且表达到了极致 他作品惊人的表现力量来自于他内心世界不加掩饰的表达 是被人类心灵而造像的艺术家 在他所处那个时代 没有别的艺术家像他那样深入到人的灵魂当中 蒙克当时去的时候呢 他主要受的后印象派的影响非常深 蒙克和高庚梵高 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人 蒙克差不多比梵高小十岁 比高庚小差不多十几岁 不到二十岁这个样子 就在他去法国学画的时候 他先学着印象派 后来又学着后印象派 他在巴黎学艺的时候呢 他就很不习惯 他曾经说 早上他在画室里 先伸上揽腰 就用铅笔给站到画室中间的模特 测量身体比例 头和身的比例多少 胸围多少 腿有多长 他感觉烦透了 甚至感觉到麻木 我现在就先回答一下 我们刚才提问的第一个问题 蒙克早期 他早期呢 他跟着画家布罗格 是属于那种自然主义画派 这个不是蒙克喜欢的 后来他去了法国以后呢 他接触的先是印象派 后来被后印象派那几位 比如像保罗高庚 梵高 塞上 被他们这种画风所吸引 包括他们对整个观察世界 这种理念所吸引 就在他在法国学画的 头几年 经常在日记中就写到 他说我们将不再画那些 在室内读报的男人和织毛线的女人 我们应该画那些活着的人 他们呼吸有感觉 遭受痛苦 并且相爱 从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出蒙克的艺术观念 绝对是想颠覆前人 也请大家记住 蒙克和高庚 梵高 他们这一代人开启的是一个现代艺术的一世代 现代艺术它是一步一步演化过来的 源头就是应该从印象主义开始 关于这个印象主义呢 今天我们就不能说太多 因为这个蒙克它本身它代表的 主要是对表现主义 它起到了非常大的这种作用 印象主义说到底呢 实际上是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相关的 比如相机的发明 来自科学对光学和色彩学的认知 相机的被发明呢 人与机械的分野变得很明显 想记录现实可以直接拍照 而艺术则是内心的投射 只要便于表达现实也可以扭曲和抽象 所以蒙克对表现主义思潮由此应允而胜 实际上我们知道太阳光是七色光 六七点有光谱 有了这种色彩学的知识呢 由于人们得把色彩从绘画中独立出来 这是印象主义的本质 说白了印象派绘画实际上就是对光的研究 到了后印象主义的现代艺术支付赛上 开始的构成万物的内在结构的研究 万物在赛上的这个眼睛里面 都是由球体圆柱体圆锥体上组成的 是对人乃至整个世界物理学的研究 它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科学 在比如樊高 他作品是对人心理的探索 通过色彩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感 对应它是色彩心理学原理 20世纪初的这个野兽主义呢 和以蒙克为代表的表现主义绘画 就是对樊高绘画的推进 它纯粹呢是用色彩去表现人的内在情感 只不过野兽主义呢 当然代表人我们都知道迪内达米纳·马提斯 这侧重了表现人的快乐的情感 表现主义呢就热衷于表现痛苦的情感 两者的科学原理其实是一回事 野兽主义和表现主义出现之后 又出现这个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 立体主义我们知道啊 毕加索布拉克 立体主义绘画呢是在赛尚绘画的基础上 对物体进一步的几何化 将一个物体的不同侧面表现在同一画面上 这是它的目的 而未来主义呢跟立体主义的造型方式是一样的 但呈现的内容不一样 立体主义表现在运动的结果 未来主义表现在运动的过程 在此之后抽象一如便诞生了 第一幅抽象画诞生1910年 这西方我之所以讲了这么多啊 主要我们就是想知道西方现代艺术流派 是一个接着一个登场 他们之间是有逻辑性的 也就是说啊 后面的艺术流派不可能产生在前一个 艺术流派之前 也就是说啊 没有摄影就是没有相机的诞生啊 不会有印象派 没有印象派也没有后印象派 没有后印象派就没有后面了 包括蒙克的表现主义 很多人都觉得蒙克和樊高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比如俩人年纪相仿啊 只是蒙克稍小一点 但基本还算一代人 而且俩人都是在巴黎学艺 而且都很崇拜保罗高庚 1885年呢 蒙克和樊高先后来到了巴黎 而且都不约而同的发现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 都无法令他们的艺术天本发挥 只有印象主义的风格才能令他们找到今后的发展方向 此后呢 樊高众所周知的搬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勒 创作的画依然无人问津 自己也疯了 而蒙克那时呢 又刚刚再次获得奖学金 再次赴法留学 甚至在德国柏林举行了画展 我觉得我刚才已经回答了两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蒙克早期的他的艺术启蒙和他受谁的影响 我再把这个蒙克的这个他对现代艺术的这个影响 我们再做一个小节 尽管呐喊和蒙克其他的作品一样 也许并不是我们心中那样漂亮 但是像这样的作品被陈列在博物馆呢 不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这幅画有多美 也就是说每一幅世界名画不是单纯因为美而成名 呐喊这样的话陈列在奥斯陆蒙克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 就像小小的荷兰平一个伦伯朗和一个梵高 吸引来自全世界的慧眼 挪威因有个蒙克而更加出名 呃那个大潘女士 我我自己的那个画 我们今天暂时先不在这个讨论的范围里 啊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大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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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印象主义 后来是后印象主义 最后呢开启他自己自己的这种表现主义 对三十群的琳德女士 我想刚才对整个蒙克的一个生平介绍应该也回答你的问题 呃十三群的这位JY啊应该我这个也回答了 二十三群的琳德女士啊啊 呃 梵高呢 他主要还是非常的表示他自己的这种生命与活力啊 他不仅这个向日葵这样的这种象征生命啊 还有代表这个压抑啊 以抑郁的这种蓝色 这些呢 都是这个梵高这样的这种画家他自身自己与生俱来的 对 而且呢 空女士刚才我也说也是介绍啊 这个呐喊里面呢 他整个呢全部都是那种靠那种非常夸张的那种对比啊 反差 来增强整个画面的这种效果 呃 门克这个呐喊呢 一共是四个版啊 包括一个黑白版的版画 那么所有的他的这个构图啊 在四个版和色彩的那种设置都没有变化 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他已经经过他的深思熟虑啊 他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了 把他想表达的那种情绪做到极致 我本人呢 比较喜欢的一个啊 美术史学者啊 叫龚布里希 他曾经在艺术的故事里面他说过一句话 我比较赞同 他说美术史是什么呢 他不是熟练承诺的发展史 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 而且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美术史总是记载第一次出现的作品样式 艺术永远是一个来自传统 却一直在颠覆传统的玩意儿 像门克的这种呐喊啊 包括很多我们不理解的啊 大多数人不理解的 或者是或者甚至说可以说是不喜欢的啊 在博物馆里向世人说明什么呢 他不光是这个这一幅画啊 他有他自己的这种美学的这种价值 还有他的自己的历史的价值啊 连接着一个什么样的变革啊 又隐医着怎样的事件 而且表现了哪些人类文明的成就 超越了艺术和历史的界限 可以这么说啊 门克的这个呐喊呢 他不光光超越了艺术和历史的那种界限 而且成为了流行文化的试金石 他影响可以说是无处无在 从海报到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我们现在经常用的这个表情包啊 和动画剧 包括日常用的这些手提包啊 杯子啊等等生活用品 包括那个啊 啊 Simpson一家那痛苦的北楼人的形象 还类似那个电影啊 Home Alone啊 小鬼当家当中的喊叫的画面啊 包括我们啊 经常看的啊 导演叫威斯克利文 The Screams 惊声尖叫系列电影中使用的那种 幽鬼的面罩啊 灵感都是来自门克的这副呐喊 就我国的鲁迅呢 也深受门克的影响啊 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被他大力推广 比如鲁迅 我们都知道短篇小说集也在呐喊 鲁迅的冷峻和象征这种文风啊 与门克的现实主义作品多多少少有相似之处 关键是啊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这个是什么呢 是当时是基本是大神云集的这么一个时代 门克的这个作品呢 他影响的不光是普通人啊 不光是普罗大众 还影响了很多像毕加索和马提斯 康定斯基等20世纪初这些大神们 还有一位叫弗朗西斯佩根呢 他创作了尖叫的教皇 就Holing Pope那个系列 而在1984年呢 Pope艺术那个灵魂人物Andy Warhol 利用四网印刷的技术 重置了一系列的四网印刷版 呐喊 还有一位对塞尔维亚的一个女的行为艺术家 叫Maria 阿布拉莫维奇 而且曾经呼吁奥斯路当地的军民去当街呐喊 以表示对门克的敬意 总之呢 纳喊所表达的含义非常显而易见 正因如此 画中的其他部分常被赏去 只留下最精髓的一部分 而这也意味着你一旦看过这个图像 便将过目不忘 对了